希特勒如果德国不是在苏德战场上,并续太糟,参与了前所未有的极含序后,似乎德国的胜利尽在咫尺,而一旦在苏德战场上,德国取得了胜利,拥有了苏联庞大的交易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温中先进的攻略的德国,称大世界只愿可败,事情果真如此吗? 我认为,爱战德国看似距离胜利咫尺之牙,确是名副其实的咫尺天牙。 首先,德国的对手绝不仅仅只有苏联一家,爱战爆发之后,英法联军除了在战争初期,曾与德国作战,整个苏德战场期间,位于西线的英国几乎毫无作为。 直到1944年,苏德战场上苏联代局已运,苏美联军才发动了洛曼比登陆,爱战欧洲战场,但这却不意义着,英国和美国对德国就毫无威胁。 更不意义着在德国取得苏德战场的胜利之后,德国就能力取得世界大主的宝座,英国和美国联合的联军,只会比苏联更难打。 爱战期间,仍然有日不落弊国家族的英国,拥有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广阔殖民地和最丰富的资源,也包括最为充配的人力资源。 因此,虽然战争初期,德国的空袭计划似乎对英国造成了惨状的损失,但英国永远放不上元气大伤,英国的战争潜力仍然十分恐怖。 就从英国军队的人数也可以看出。 爱战期间,英国曾增援超过一千万的军队,而美国就更不用说了。 爱战期间,美国的工业实力已决定優势成为世界第一,而美国广阔的国土命运和丰富的资源,包括少女的人口,也决定了美国的战争权利进步无权。 因此,英国和美国联合之后,这个毫无短板的联合体将成为默奏德国最大的命令。 希特洛安很显然,即使德军后会千辛万苦,破除惨重伤亡。 最终一举将苏联证据。 姑且不考虑苏军战败时,对于苏联境内的工矿企业,包括石油矿井的破坏。 即使德国因此立即解决了石油的短板,但是德国人在整个欧洲地区,放上强营,也不过八千亿万。 即使全民皆兵,也不过组成一千亿万的军队。 而这一千万军队,除了在苏国战场上的数百万身亡之外,还要驻招各地,防止更为法国本战领区的稳定。 因此,德国可应对英雅联军的兵力,其实实在有限。 残酷的二战最重要的是,纳粹德国内与其家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决定了。 他们不可能真正的团结对政养区的人民,而早已形成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对政养区国家,也不可能跟德国真正一条心。 因此,即使苏国战场上,德国取得了胜利,德国也绝不会因此该整民温,反而依然面对着内温外患的局面。 其次,苏联也绝不会像希特勒和德国军队想象的那麦容易的击败。 很多人将苏国战场德国的失败归进于前所谓的极含信号。 韩兰固然是苏联取得胜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但却绝分为一人一。 环境人库的苏德战场,因为韩兰对于双方都是十分公平的。 在德国军队迈着扑航,对苏联军队发动进攻的时候,苏联军队也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与德军一切奋战。 因此,绝不能小觑在苏联领导下的苏联军队,以抗德国军队的尊重决心和意志。 尤其是苏联还拥有一个钢铁帮意志的领导人。 因此,苏联在钢铁鲜声的领导下,即使遭遇惨重身亡,也绝不可能投降,反而会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而苏联广阔到应援决论的面积和高达一点利益的人可决定了。 一旦苏联决定战士最后一兵一卒,德国将面临着恐怖的热门,进攻苏联的巴巴伦下计划,即使德军队领了苏联权进。 此起彼伏的抵抗,也不可能让德国顺利地决取苏联的苏联,反而会一步步失血。 尤其是纳粹德国向斯拉夫人,等同于需要被消灭的犹太人,更使得苏联主体民族,反而妥协不可能,只能奋战到底。 因此,即使没有了寒冷的气候,即使德军在正面战场取得了正义的胜利,依然不可能凶而易举地将苏联彻底消灭,更不可能从此高涨无温,将苏联丰富的富兰资源凶而易举地汇为战争潜力。 最后,德国内部也绝分铁板一块,靠这一帐失败的虚拟和经济移基,依靠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希特勒,倒深了几乎有的德众,并由此成为了德国的元首。 但是,以其说德国人雄名狂热支持希特勒,还不如说德国人开始无罪于希特勒给他们到来的救命胜利和充裕的物质。 贸易临近的希特勒战士,德国人对纳粹的支持,绝分毫无底线,随着战场进入交着阶段,德国人的能好生活逐渐离他们有去。 德国几乎所有的轻重员都需要交易军队,并走入生死内测的战场。 德国民众因为正实体制生活,物资已开始逐步匮乏。 如果是如此艰苦的生活只是一段时间,如果德国能够取得胜利的话,德国民众尚能理解。 在一旦战争进入交着阶段,且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之后,德国民众必然会滋生不满。 事实上,二战中和希多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就是这种猜想作用的结果。 德国的童子军丸与此同时,大批为德国势为二等、三等功能的被占领序人民,也必将一发变满。 因此所谈多个反抗,也必将一发炽烈。 因为本国对于反抗势力的支持,必然更大。 所以,除非德国能够真正击败英国和美国, 否则德国的未来是十分悲光的,但很显然。 即使占领复联,德国的海军短板,依然毫无解决的可能。 因此,只有招向之功,而无防守之力的德国权势十分毕无畏观。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可让德国立民不败之地, 那就是德国先与美国发展出核武器, 有了原子弹的恐怖平衡。 德国把住线尾利益,就将成为可能。 想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 显然,攻略实力更为强大,更为财大技术的美国, 赢得了核武器建策的最终胜利。